老公臭小孩很辛苦 葉翠翠想兩年抱樑 初為人母的葉翠翠近日以臭小孩為樂 不時會上載寶寶明照片段 和大家開心分享 昨天她出一隻設計公司開幕活動時 透露寶寶已經七週大 老公已經幫她改了中文名和英文名 她笑著自己也不懂寫兒子的中文名 而親戚就不懂讀兒子英文名 真搞笑 另外露出一條纖腰的翠翠 透露已經多管齊下收身 包括速託、穿功能耐衣和燒脂療程 但因為餵人奶而不能節食減肥 所以她來3B之前 體重仍然是5、6磅 而且她就爆指籌別真的很辛苦 說的是她老公 她已經空宵了 其實阿蘭可以做的 例如換片、吐奶、掃蜂 那些全部她做的 通宵也是這樣 然後她又要上班 她今早7點幾天出門口 剛才還載我來 然後她跟客人吃飯 很辛苦 很辛苦 這些生活 很辛苦 很辛苦 到可以的時候再試 想要做的 即是三年泡量 有些人這樣做嗎 想兩年泡量 想 但是她說 沒有 我頂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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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頂不上